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 真的有感觉啊 很多事情都是说 你听这老婆是没关系 不过你不能说吃什么有够难看 怎么说 今天我们看到在基隆 经过了六天的转折之后 终于中常会在刚刚 已经通过废止了黄景泰的提名 黄景泰等一下在七点钟要开季酒会 他说要参选到底 那到底现在呢 六天之后 国民党要换谁选呢 还有告诉您的就是蔡仁慧 我们知道这个白手套 在刚刚传出来呢 检方要给他一百万交保 一百万交保成真吗 蔡仁慧到底供出了什么内容 以及要告诉大家 大家说今天真的很劲爆的新闻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我们就说 真的是被这样子 你可以说呢 是吃相难看 到底是黄景泰吃相难看 还是国民党对他吃相难看 你叫人家退就早一点退 临迟了六天之后 黄景泰打死不退 甚至昨天传出来说 曾永泉有跟他瞧了 说你要不要就干脆 还是当你的这个基隆市的这个议长 我们换别人选市长 今天七点记者会 他会顾全大局吗 我们真的非常好奇 还有就是爸爸的吃相难看 造成了有小三跟原配 原配的女儿 这个17岁的女儿 怎么会这样想不开 就把小三生的3岁的小孩 当场刺心脏 结果不幸死亡 那么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这都是大人的错嘛 还要告诉您的 马英九总统真的在宜兰 有所谓的小白宫这个地方吗 这个小白宫的这个地方 跟罗许基金会又什么关系 罗许基金会又扯到 今天组油西部 下个大片呢 说那个地方啊 宜兰的蜜月湾啊 是不是罗许基金会 要来做一些开发 有别墅区 有房子区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今天要恳请 马总统呢 真的不能够吃相难看 为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 说要大清查 可是真的有人 拿了朱立伦岳父的资料 给朱立伦岳父看吗 现在又说 到底监察院提名的名单 非过不可 原来是有监察部之说吗 什么叫监察部呢 我们看这两位 被提名的监察委员 他们其实当时在国民党 在这个台北市长 马市长的任内 一个是台北市 捷运工程局局长范良秀 一个是台北市副秘书长薛春明 请问两个 他们是不是有 这样子一个监委的回马枪说 到底美和事有没有危险 这两个当时都有扯到美和事当中吗 而他们两个非要进到监察院 是不是作为马总统美和事的遮羞部呢 我们今天都要来报道 今天也有一个大灾问 如果说黄景泰民调只有18% 必须要换人 请问马英九总统的9% 你要不要换人 好不要说9%好了 11%13%你要不要换人 好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要跟您讲的是什么 今天讲的真的就是大屠杀 还有打脸屠产生器 什么叫做大屠杀呢 看看这里 相信大家就算没有看足球的人 都会为之瞠目结舌下巴掉下来 眼镜碎一地啊 这到底是打足球还是打棒球啊 怎么会7比1啊 德国真的是Slaughter 也就是呢大屠杀了巴西啊 巴西的这个副队长 队长两张黄牌没有办法上去 副队长说我对不起国民啊 真的是哭爆了 而且巴西还大震撼 巴西为了这个整个的这个 可以说呢世界杯啊 花了很多钱 结果他们今天又是有人烧巴士 又是有人这个 在酒吧当中啊 打架都要出送震报警察 可是我们要看到打脸器是什么 脸书在台湾现在很夯的 你只要打进去这个名字 他就会告诉你说 马英九总统或谁 或者是说亚晴姐讲过什么话 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 这里面他就有讲到说 罢免啊并不是这个问题啊 但是总统犯罪也是一样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打脸器 今天呢就讲到洪仲秋暗 他说这个案子我们管定了 管定以后呢有办到什么吗 大家就说你管定了是这样子 就像阿炳亚说我办到动摇国土 结果引清风案 什么也没办出来 那我们要看到在今天这个事情 当中呢当然大家看到的 就是说哎这个打脸器里面 最重要就是黄景泰 黄景泰结果今天中常会 是闪电废止了他的提名 黄景泰七点钟要开记者会 那大家就说哎你黄景泰可以换 马英九换不换 不过我们讲到这个 你再来看到这里 这里就说呢所谓的这个大屠杀是什么 还包括了灭菜计划 国民党灭菜计划今天疯传没说 针对当时啊也就是呢 陈水扁在总统府里面遗失的公文案件 武长办公室一公室有三万多件的公文遗失 现在这个案子要拿出来办 那封传媒说谁呢 除了拿到的当时担任秘书长的苏贞昌啦 陈唐山啦吴昭谢都收到了传票 还有当时担任傅秘书的陈其迈啊 林嘉隆也在这当中 林嘉隆有没有收到我们不知道 还有李秀莲 封传媒说这些人都会收到 所以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大屠杀 我们再往上看 如果这样子在宜兰 你可以从两个层面看 一个就是说今天爆出来说 哦原来马总统在宜兰 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小白宫 竟然在这里面有所谓的 罗许基金会当中 说要在这里 又要来建什么 要这个蜜月湾当中建这个别墅啦 建这个房子啊 而且有讲到说 金普聪 红秀柱 罗志成 他们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我们看到蜜月湾的这个部分之外呢 还有小白宫的大曝光之外 我们还要告诉您今天包括了什么 你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大家会觉得什么 真的很想打脸 打谁的脸呢 你今天不去看到 马英九总统曾经说过 他说这个物价 物价低的话 失业率就会低啦 他的逻辑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物价低了 但是我们物价是高啊 所以这个逻辑是非常奇怪的 失业率呢 你可以看看 现在是比较低 但是全世界 包括美国在内 失业率都是降低的 可是我们为了要降低 就物价往上升嘛 这是什么样一个神逻辑啊 我们现在呢实际的薪资 倒退到16年前 我们的物价还是一再的飙涨 65个月的新高 国发会的自经区 被人家说你倒用了 ドラエモ的这个图 所以到底有没有概念 自经区的懒人包 怎么可以倒用人家的图呢 这些都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说政府在做事情 可以这样子做吗 好我们另外再来告诉大家的 今天还有个事情 就是台北市的提鼎大道 发生了一个死亡车祸 载着陆克的游览车 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 时速冲到70几公里 结果撞了四台车 当中有一个30岁的女性 就在里面活生生被撞死了 我们要看得到 真相到底是什么 怎么可能在那个地方 会有这样子一个冲进去 另一方面还要告诉大家 怎么可能 一个就是马英九 在六天之后不吭气 突然之间亲自主任中常会 开杂威武 就是黄景泰 你被废除了你的提名了 另一方面17岁的少女 为了他妈妈变成所谓的原配 他觉得说他受到很大压力 他家庭破碎 他很生气 但是怎么会拿三岁的 同父异母的妹妹 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让人家觉得难过也非常震撼 在今天的新闻 有很多重大的发展 然后我们为大家讲完这个内容 我们更深入的来看 今天的新闻重点 我们要看到的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您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 大家说 魏菜的大对质 刚刚说到底这个白手套 菜人会供出了什么 为什么在魏春雄对质之后 刚刚说可以一百万交保 那这样子 赵成雄再不认 他是不是重罪 现在事情也大条 另外一个就要来看到 马英九跟宜兰之间的关系 小白宫的大曝光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可以说 你被民进党人士抓到了把柄 现在他打完基隆 他要打什么 要打你宜兰的选情吗 我们的报道 好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非常多的这个内幕 包括了小白宫 包括了在宜兰的蜜月湾 可是为大家讲到这里面 真的有所谓段宜康爆出说 金普冲是所谓的 罗许基金会的门神 在这个地方又要做别墅 又要干嘛的 那罗许基金会 怎么会在蜜月湾有这么多地 好这个大内幕呢 为大家来报道之前 我们先告诉您的 就是刚刚一个震撼的消息 今天呢 小黄鸭也哭泣了 他说真的是烙烘啊 实在有到烙烘啊 就是说 刚才说 基隆市长 这个国民党已经是提名的 初选提名的是黄景泰 刚刚在中常会当中 正式的把他给废止了 那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黄景泰 要不要参选到底 刚刚听到的风声说 他要选到底 第二个问题就是 啊谁出来 哎这谁出来 还可以直接出来吗 有第二名的就说 你当时有办初选啊 第二名地捕啊 要不然的话 你要有以上这些人的话 那请问你要不要 重新办初选 这里就是呢 台大法学博士 前移民署署长 谢立功 他否认了 然后48岁的呢 是黄景泰 再来看到谢国 两人出国了 跟着雷神啊 昨天雷神不是说 跟女主播啊 出国什么什么的 他们就一起去欧洲啦 谢国梁出去 他就出国 我就已经跟你讲 我不选啦 所以现在到底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来看到呢 今天在中常会的 最新的内容 我们看今天呢 整个的报导 包括了大家的运作 还有刚刚最新 陈以信的说法 我们的报导 市长 党中如果不换人 你会帮黄景泰复选吗 原本没打算停下脚步 但郝隆明其实不吐不快 国民党会找出 最好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身为国民党副主席的 郝隆斌话说的直接 人在议会 但已经向中常会提案 废纸提名 黄景泰 您跟那个党主席 有没有讨论过 我没有 我们在 我说这句话之前 没有讨论过 本来就是身为 副主席 身为要负责 这个地方的选情 我当然可以这样子讲 我想党中央也好 地方也好 大家都有这个声音 我们会积极的 来努力协调 双北龙头联手 释出逼退讯息 就是担心 北北基如骨牌效应 主席马英九 沉默多日 终于表态 希望黄景泰 自行退选 但等不到答案 让常会痛下决心 对于基隆的选情 我们必须要 承认 目前本党 在基隆的选情 此刻的确面临的困难 那但是呢 我们会全力的以赴 争取胜选 好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这里 那么刚刚最新的消息 黄景泰说 在今天晚上七点钟 他会开紧急记者会 那么根据了解呢 黄景泰第一时间 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到底等一下 记者会会怎么讲 谁会上来 会是徐少平的儿子吗 还是会出选第二名的呢 还是说要重新办出选 还是人在国外的谢国梁 真的是 大家说真的 比赛球是圆的 选举也是圆的 好另外还要来告诉大家 在今天这个震撼的消息 还包括了就是 怎么会这样子呢 大人 今天我们还看到说 某某人 薛明志 她的这个 有什么女友 有婚外的生的小孩 还有说谁啊 要扶赠她的这个 二房来做正房 什么什么的 这是有钱人 可以玩这种游戏 但我们一般人家庭当中 就是追星之痛 你可以看看 这名许姓的少女 17岁 许姓少女17岁 她怎么会下手 对一个牙牙学语 事实上还不太会讲话的 三岁异母的妹妹 而且是用美工刀 刺到了她的心脏 今天的晚报当中 也写了最新的消息 说法是说呢 她是不满父亲的外遇 造成家庭的这个破碎 那么我们看到医生也说 长期的精神压力 会有这个压力 不过我们知道呢 这个女孩子17岁 在学校当中表现也相当不错 而且刚刚考上了餐厅的执照 照理来讲 她不会有什么样一个 情绪异常的这个情形 而且你知道吗 她呢行凶之后 把自己跟妹妹的遗体 反锁在房内 打手机跟警方自首 她说一切跟她妈妈没有关 就是她自己的事情 这是她妈妈 这是她母女情深 其实我要讲到在这里 我真的要跟所有 这个电视机前面的男生讲一下 你如果要有外遇 你就不要结婚 你结婚以后 真的不要有外遇 有外遇呢 会伤到 会伤到小孩子 不管是原配的小孩 或者小三的小孩 我以前在国中有一个同学 她很优秀 后来我发现 她结婚以后 她不生小孩 那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不生小孩 她说 她小时候她爸爸 就是有外遇 然后把小三带回家里面 她妈妈为了她的兄弟姐妹 为了她跟她哥哥妹妹 大家的生活 隐忍了几十年 隐忍到最后 因为她变丑了 所以爸爸把小三带回来 你可以想象小三在家里 跟小三的小孩 一起生活的情形 德川家康可以啦 一般人我们没办法做到 德川家康是好几个 测试 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这样 所以她打击非常大 影响到她的婚姻 我不知道她现在婚姻如何 但是她说 我不生小孩 因为我生小孩 我会变胖 我的老公就会有小三 我讲的都是实话 我们要讲的 这个事情 到底是小三的错 还是爸爸的错 其实应该讲的说 爸爸应该也有错 你看看小三是在这里 妈妈很悲痛 可是 这个父亲 当然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我们的报道就来看看 今天这个发生事情之后 大家都很震撼 车子里有三岁女童 平常用的安全座椅 一旁还有小棉被 虾裙和抱枕 但小主人却不会再回来 小小的身躯被包裹在棉被里 再过三天 救生日的她 这一回却来不及吃蛋糕 吹蜡烛 拿着刀子刺向小女童的 竟然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 才17岁的许姓少女 照相时都摆出可爱的pose 但自从三年前 父亲把和小三生的小孩 带回家养 少女开始心里不平衡 少女的妈妈直到警察上门 才知道自己的女儿闯下大祸 痛哭到几乎晕眩 女童的母亲得知消息后 赶到殡仪馆 也是泪流不止 哭到尾 少女一时冲动 犯下杀人案 不但毁了自己 也伤害了两个家庭 记者云林综合报道 而另外我们来看到 大说金利金报的 原来说都扯到了宜兰 所谓马英九总统 在有一个所谓的 小白宫在宜兰 到底在哪里 所谓的罗许基金会 当中的蜜月弯 要开发又是怎么回事 今天 自由时报 头版 还有内叶 都很大张的 很大 到底是怎么 直达天庭 我们来看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 你可以看到 这里所谓的 马总统的小白宫曝光 我们应该讲 就是一个外界的 这个昵称 但是有没有蚕食 侵吞国有地 这个是罗许基金会 又是段宜康的爆料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宜兰的蜜月弯 蜜月弯这个地方 遥望龜山岛 台二线往花莲 大西国小这边 你知道大西国小这里 有很多的客外活动 都是冲浪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都到蜜月弯冲浪 因为海湾近来 因为有这么一个弯道 都会很漂亮的浪起来 蜜月弯就称是 这个海湾城 梅月形 海浪常常2到3公尺高 那么冲浪的胜地 可是你看这里 就一个罗许基金会的 蜜月弯开发计划 它是一个宜兰最大的开发案 107.4公顷 投资金额是60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蜜月弯的这块地 那其实黄色的区块 很多都是黄色 就是博爱企业 罗许企业持有 大于50% 那么你看 它是在今年的4月15号 已经通过返平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它有一点稍稍慢 因为通过环平了 可是我们要看的 有人就质疑说 你是不是黑箱 因为它一通过环平 马上就送审授权营建署 那么当时 其实因为这个案子 这个地是归谁管 大家说 不是宜兰绿色执政管吗 没有 这是国有财产局在管 所以当时宜兰县长 像陈定南 或者是现在的林聪贤 都是挡这个案子 林聪贤说 你剥夺清水权 开发区里面 两条有土石流的浅世溪流 你怎么可以看 所谓的别墅区 有10.26公顷 所谓的住宅区 有2.26公顷 那所以环保团体说 你这是黑箱审查 你是不是财团 要把蜜月弯 变成你自己的honeymoon 就是变成你自己的蜜月的海湾 你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那我们一般人都不能去了 那很多人的冲浪课都不能去了 这样子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之外 再来看看 所谓的宜兰小白宫 也在宜兰 也跟罗许基金会有关 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像好思家 好思家 那个刚乱世家人里面的那个庄园 很像 他其实是罗许基金会限制 他以前呢 就是罗东博爱医院的 这个原来医院的地方 也是他们住家的地方 后来呢 他当然这个地方变成罗许基金会 旁边的罗东医院的几个医院 都在这附近 徐派掌门人是许文正 是爸爸医而幼者是 医生变成宜兰的议长 变国代变资政 那医院现在算是招待所 所以有一个小白宫之称 也有一个昵称叫做博爱党部 我们说博爱特居 博爱党部嘛 好我们再来看看 许家的这个影响力 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 段一康每次在这个监委当中 就一直批 批这次被提名的 就是呢可以说是许文正的这个儿子 你可以看到 许文正洪秀柱两个人互动很密切 据说呢他们是叫他干爸 洪秀柱叫他干爸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 这个干女儿在这里有互动嘛 密切 那段一康是说 许家做事太明目张胆 为了党国立阳明大学 附设医院在宜兰扩建成医学中心 威胁博爱医院的生意 所以红立委一再提案 删预算党预算 他是这么一个内容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 这里面直达天厅的说法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说从这张图 许文正他的干女儿是红秀柱 他的长子在这次许国文 就是罗许基金会的董事长 而且呢在这个监委当中有提名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呢 又扯到立法院的副院长 那在金普聪呢之前是董事 后来换成了红秀柱 来当罗许基金会的董事 而邱淑提是国民党宜兰县县长的提名人 邱淑提的先生事实上呢 也在罗东博爱医院当中来工作 他是副院长杨真慧 只有这个密密麻麻的情形 这里又扯到一个艺人 王静莹 就是呢 许文正的第三个儿子啊 许子文曾经跟王静莹 藏出绯闻 这次突然就给大家一个印象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就最重要关键 你说这个密月案的开发 有没有相关联 有没有扯到金普聪 那段仪康讲的有没有道理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职称 你看呢 许国文在这里嘛 许国文就是这次监委提名的是他 然后2012年到2014年啊 这整个都是密月案申请的这个时间 那么这里面的董事 金普聪换成了红秀柱 其实这两个人都算是有 在这个时间当中 是有overlap的哦 那然后洪秀柱说 我是无几职啊 许家为了冲淡家族色彩才找他的 可是大家要问的是 你开发密月案时间是不是重叠 讲到这个我们就说啊 今天不管是 所谓的小白宫 不管是所谓的密月案开发 其实今天刚好都是宜蘭 所以你可以讲说 哎 哪里说罗许基金会又被打到 但是你反过来讲 也可以讲说 民进党现在就在冲你宜蘭的选情 问题就是说 你宜蘭有问题啊 你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没怕嘛 这有问题还没有嘛 这问题就在这啊 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 今天被逼到这个问题 候选人邱淑提夫妻 马上出来很无奈的澄清说明 夫妻两一起接受采访 不确实从头苦笑到尾 宜蘭密月湾开发案 不见大老板许文正出来说话 反倒是国民党宜蘭县长参选人 邱淑提夫妻两被逼到出面喊员 但是在这种审查 怎么会又推了一层又一层 然后又一层 他多层次的推到某个医院 密月湾开发案民众反弹 认为财团圈地插旗 没有安全的财团专属沙滩 想要开发的许文正家族也被棋底 家族所建议的罗东博案医院 在宜蘭规模不算小 不过几年前 宜蘭阳明大学附设医院 原本打算朝向宜蘭中心规模设计 不过后来预算被大砍 二十多亿缩小规模 外传就许文正运用党政实力 从中作梗 而在宜蘭面临选战艰困时期 国民党早上代表党内参选的 邱淑提 老公便是罗东博案医院的副院长 曾被党下开发案死灰 复然就连现场参选的老公 都和自家医生有关 而这许国文也才刚被提名 新科监委提名人 就连当初主张删减 杨大夫预算的立院副院长 洪秀柱也都喊徐文正一声干霸 而骂总统超骂姐金小刀 也曾是财团基金会的董事 话罪也跟当许文正在灭湾 开发动工之际 政伤人脉再度被拿出来 放大检视 借李建合依然报道 而大家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大屠杀 今天看到的这个巴西的球迷 真的是感同身受 连德国队这样子7比1 可以说坦克压过森巴部队以后 他们也是非常低调 生怕动辄得救 但是我们常在讲说 哇这真的是 这个无关吃相难看 人家赢者全拿 非常正常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到底怎么回事 巴西1比7 可以说应该是德国对巴西1 这个是怎么这样写 总之他这个地方 巴西输给了德国 德国是7 巴西是1 那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说这样子一个百年之耻 始终之耻 巴西人说的 台湾我们的政坛当中 国民党七合一 会不会只剩一都 也就是所谓的新北市 所以是不是看到巴西被 slaughter 被屠杀 被血洗这个状况 国民党说不行 赶快改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怎么样 巴西今天在自己的主场当中 真的是1比7惨败 你可以看看 球员跪地痛哭 而且球迷都惨不忍睹 很多人一片寂寞 到后来都赶快离开了 但是造成的暴动 还包括了什么 20个巴士被泄愤暴动 而且还有酒吧也是要震报警察进去 网友Kuso这个耶稣像就这样子痛哭 他是1975年 可以说62场以来第一次主场的失败 那输球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主将内马尔受伤 对不对 当时受伤他不是痛哭流涕 没有办法出去 没想到队长西瓦尔缺席 因为他那个黄牌 两支黄牌不能出席 这下惨了 还有德国竟然在六分钟进了四个球 大家说他怎么回事 兵败如山倒 四惨的记录 巴西最大的比分败数 还有巴西最多的失分 本届最多的进球 四强最大的比分差距 看到这个我们就说 跟台湾政坛怎么样比 好我们来看一下 内马尔 大家都知道内马尔很厉害 新的神童 内马尔是谁 内马尔 国民党当中的内马尔 是不是朱立伦 你看朱立伦如果这次 还好他有选新北 我必须这样讲 不管他的感受如何 你没有选的话 你是不是兵败如山倒 你现在基隆就赶快换人了 那有人就说西瓦尔 这个队长没有办法出席 是马英九总统吗 大家都说 这个巴西队的教练说 全世界都会记得 迟路的一刻 就是我教练一个人的错 马总统有没有这样子的 一个cut 有没有这样子 那你在看到德国 真的很厉害 德国是谁吗 我们用民进党来形容 可以吗 林家宏民调那么多 是不是像德国坦克的穆勒 还有我们就说 老将进球王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16球赢了Ronaldo 然后36岁的克洛泽 老将 这里面大家相争不下 到底是赖清德 还是陈菊 算是这个老将 都算是啦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真的是6分钟 一下子进4球 这个比数 真的是跟打棒球一样 让人家非常的难过 谁叫巴西少了内马尔 真的是这样子吗 球迷都崩溃了 可是我们看看呢 德国队的这个总教练 讲得很好 他说 我们都站在地上 不是在天上 不想过度反应 要脚踏实地 继续努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情何以堪啊 摇头 污嘴 痛哭 仰天长笑 心像撕裂般的痛 脸色难掩失望 实在无法相信 德国坦克竟然以 7比1的优势高分 把一向将足球 视为宗教般 膜拜的森巴球队 彻底的无情捏烂 成为了国家罪人的 巴西总教练史克拉基 面对巴西的兵败 卢山岛和排山倒海来的指责 他也坦言 这是巴西足球史上 最糟糕的一次 也会是巴西球队 永远的耻辱 也承诺责任 由他来扛 说巴西队丢脸的 还有担当这场比赛的球评 曾二度带领巴西 拿下世界杯冠军的 巴西传奇球王罗纳杜 更是直批 这次球队踢得非常糟 简直就是婴儿 才会犯的错 而巴西总统罗塞夫 也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 为巴西队的惨败感到难过 巴西大败也让网友上网哭手 做出PS的图来做调侃 有民众把巴西地标的耶稣基督像 做成掩面痛哭的样貌 还要把德国总理梅克尔 表示胜利的样子放上去 讽刺意味十足 这场比赛写下几项记录 巴西遭德国以7比1写洗 是巴西四足史上最多失分 德国立功7分 成为本届单场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 7比1 6分的差距 刷新了四强战的最大比分差距记录 或许在1930年 1954年都有差5球的情形出现 本场惨遭写洗了巴西 创新了这个记录 巴西会被德国狠狠痛载 恐怕都是连巴西球迷 自己都想象不到的 那种失落愤怒和无法接受的心情 完全可以理解 国际中心书补薰编译 大家都可以理解 而事实上我们也知道的 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可能很多人会说 哇德国都很过分 给人家赢那么多球 但是你要知道 就像我们常在看 这个德川家康的这个日剧 他们在战场上 你只有生跟死 你就是往前冲 你既然要进厨房 你就不能够怕厨房的油烟大 他们当然是一股作气冲 可是等到回过城来发现 怎么变7比1的时候 他们自己据说 我看这个国外的报道 德国队也吓傻了 也吓到说 怎么有这种的足球比速 变成了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来讲到一点 德国队没有错 错在哪里 错在巴西当时的错估情势 还有兵败如山倒 也错在天时地利的人和 完全失败 我们讲到这个 今天接下来看到大震撼 你看看这个地方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看 在我们公司附近 就是我每次回家都会经过的 就是台北市民权东路 跟提鼎大道 怎么会有一个游览车 完全没有刹车 冲过去撞了4台车子 当场有一个人不幸死亡 4个人被夹在车子里 你相信吗 我们再告诉大家 这算不算是尺中之尺 尺中之尺要怎么来面对 大家看到教授 向蔡仁惠当白手套 大家看到知名的建商 也就是赵腾雄 卷入到弊案当中 大家看到连基隆都要换人 你说我没有罪 我不晓得大家觉得你有罪 这就是尺中之尺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刚刚最新的 蔡仁惠获得了交保 不知他供出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10点钟 他提训两个小时之后 留下来 到下午的时候 跟远雄的副总经理 魏春雄来对职 这次对职的当中 你看有人事实地物 人事实地物 包括行贿给谁 A7案的变更 多盖90亿 扣掉45亿 获利45亿是怎么样 什么时候给钱 是事前还是事后 行贿的地点是在餐厅 还是在远雄的总部 到底是600万还是400万 还是有更多 还是有其他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 蔡仁惠他什么都招了 那什么都招以后 今天检方就说 其实最快今天交保 没错 刚刚6点钟已经是交保 而且100万交保 另外有传出说 是不是有机密的文件 今天有学生说 在庭上跟老师 咬头接耳 是他的一个送信的助理 但是他否认 他说检方同意 进侦察庭 因为老师传话 抱歉不能够帮忙口试 但是我们还是很怀疑 这个时候怎么会 突然去传话说 很抱歉 我们都等你来帮我们口试 这个好像有点错乱 而这个这样子的会谈之后 马上就交保 蔡仁惠是不是有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坚不可摧的铁证 我们看到 在刚刚蔡仁惠 已经最新的是 100万交保 最新的即时新闻 已经出来了 好 我们的记者在现场 来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 为了让赵腾熊松口 甲官打算从他身边的亲信下手 下午首度安排了 蔡仁惠和魏春雄当面对职 民口A7案 赵腾熊有没有行会 给了多少钱 是主动还是被动 种种细节都要两人当庭对职 除了比对公词 看反应 监察官就是要利用心理战 突破魏春雄心房 进而迫使顶头上司 赵腾熊松口 而提讯后 检察官认为 虽然蔡仁惠 积压理由还存在 但已经没有必要积压 加上他该说的都说了 检方在下午开完庭后 主动向法院申请聚保停压 建议交保金额100万元 台北地方法院 也将在晚上开庭 三人会能否重回自由声 就看法官怎么才 这台北综合报道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天气热 我觉得最近大家开车 真的都有很多车子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今天最高温度 是在焚风台东的38.3度 可是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是这样子啊 昨天台铁的状况 有人怀疑台铁 是不是有人来说谎 我们等一下为大家报道 可是你看到这个 是在台北市的内湖科学园区 距离我们很近 那么很多 你如果没骑在台北 你不知道 这就是提顶大道 对不对 提顶大道呢 就是有一个 所谓游览车往这边 那这是民权东路 我们看这个路 它可能是要去故宫 因为它上面载的是谁啊 造势的游览车在这里 上面载着 它是祥胜通运公司 大陆旅行团宜兰到台北 又是扯到宜兰 但是你看看 它自己撞成这样子 可是它立刻夺走了一命 来我们请摄影大哥 zoom out一点 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的位置图 它是从这边这样子过来 它是从这边这样过来 因为旁边有计程车 行车记录器 发现这里明明是红灯 结果它闯红灯 闯红灯时速没有减速 大概是70到80公里 每小时的时速 就这样子过来 过来以后 民权东路当然是主要干到 这里有人要过去 所以就撞上了 撞上了四台车怎么撞 最惨的是前面这个福斯车 福斯车当中 整个车尾凹陷 被挤成这个样子 重上安全道 你看看 这不是变形金刚 挤成这样子 人还有命吗 当场送医前就已经是DOA了 到院前死亡 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然后福特这个车子 箱形车也被撞碎片四散 再来看到 这个就是旁边这里BMW BMW车子被销到一半 BMW这个是福斯车 然后你看BMW 你看看 像不像我们说看那个骗子 他说整个车门都被削掉 这是驾驶座 这是整个残破的情形 你到底是撞成什么样子 三个人轻重伤 一个人送院前 已经没有心跳 死亡三十岁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为什么觉得感同身受 我觉得非常的生气 是因为我每次 假如开车经过那里 我都觉得大家到底是要干嘛 你在台湾有必要这样子超车吗 尤其今天 这个游览车 你到那个地方 就在接近Costco的地方 那里车子很多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怎么可以闯红灯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驾驶说 他是故障 他不是闯红灯 我们的报道 路过民众行车记录器拍下 游览车根本没有减速 直接往前方 正在行进的车辆撞过去 只看到前方小客车被撞飞 满地汽车残骸散落一地 一旁轿车赶紧闪避 这是下午一点左右 发生在台北市内湖区 明泉东路和体挺大道的 连环大车祸 警销人员使用破坏机具 救出困在车内的一名 年月三十岁的女驾驶 今天小客车内血迹斑斑 车身被撞凹 车门也被撞歪 轮胎被撞飞 女驾驶紧急送往医院后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回过现场被追撞的车辆 车身被撞凹的撞凹 玻璃碎的碎 更有台小客车被撞上分隔岛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消防人员赶紧将其他三名伤者 送医急救 被追撞驾驶 各个惊魂未定 我就听前剧展被炫了一圈 我就被卡在车内 然后听说前面那一个比较 好 我们来看到 这可以说台北市非常罕见的 一个重大的车祸 在市区当中竟然这样子 五个车撞成一团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来看的 就是小马哥的小白宫 到底是在哪里 在这当中 真的是扯到了罗许基金会吗 还是自由时报的想象力太过丰富 我们要为大家看 而在这里 新闻跟王静莹有何关系 美女豪宅了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还要看到的 就是没有获得提名的监委 来个回马腔 要美和事事件 美和事当时是 我们昨天就讲了 是马英九总统当市长时候的事情 现在风暴火烧烧下去 是不是会烧到马总统 马总统的监委名单当中 有扯到两个人 是不是一定要卡进去 有什么内幕 还要告诉您的 第一方面呢 怎么会中研院发出了一个公文 那么是不是要针对学运 斩断太阳花 中研院也要变成 马英九总统的顾问团吗 以及告诉大家 今天爆出来的周刊说什么 原来严明当时 中共不让他经过南非 是因为他的机密电话被窃听 我想请问 国防部长的机密电话 怎么会被窃听呢 国防局回来 我们要看看 火烧这整个的事情 案情的部分 也就是台铁的罗生门 以及要为狸猫来证明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台风 说是晚雄台风 有人说不叫晚雄台风 那叫什么台风呢 今天的新闻 跟包青天有什么关系 还有咒怨有什么关系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在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真的今天的新闻好多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今天新发展 就是白手套菜人会被交保 他供出了什么 包括了就是国民党 在基隆市提名的 而且现在初选 要出来代表的黄景泰 已经被拔除了他的提名 那所以现在他 等一下记者会 他要说什么 他要选到底 那选到底 那国民党就不会选上 还是说反正就崩盘了 还是谁会有一个天之交子 如巴西的内马尔 出来选呢 真的很好奇 另一方面呢 马总统 我们等一下要看到这个内幕 为什么一定要过 这个监委名单 不惜在第二次的联合时会 那监委名单 竟然还要办一个见面会 你以为你是兵棋部啊 你以为你是坂本龙马 那个什么福山雅治啊 还是谁 就是要办见面会 然后你看看这个字 zooming一点好不好 他说我是一个自清大会 我要告诉你说 我没有问题 可是这里面呢 大家最有问题的 就是说有两个人 在台北市政府当时待过 那跟当时的美和岸的这个问题 又有监委提出来说要视线 所以这整个内幕 真的是很奇特 对不对 不过我们讲到这个 我们就说 为什么大家这么在乎 这么care 我们在台湾现在 有钱的 有事的 就是这边 没钱没事的 就另一边 真的是像 蔡震南的歌 金包营一样 把人的生命是怎样 我们的生命是怎样 你看金包营 今天就有周刊嘛 一周刊出来 你还zooming一点 我们看看 就是讲到小三小二小三 大家都说我如果有一个老婆都养不起了 我还有这么多房吗 当然就是长荣的张荣发 今天就是说呢 因为原配过世了 他要迎娶二房 传出了先波嘛 那当然大家就看到他的整个接班的这个架势了 那二房当中的生的小儿子张国伟 就是这次长荣的接班人态势就是他 对不对 然后另外他妻子好像是以前的是航空小姐出生的嘛 但是呢大房张灵玉芝呢 张灵玉芝呢 在这里他有生长女长子还有次子 对不对 可是呢这里引发的这样一个争议之外 我们再往下看 另外又宣明志也是报道 同场家印宣明志 说呢他很悲伤啊 为什么他儿子媳妇来闹离婚 来我们遵命一点好不好 闹离婚所以他见不到小孩 但是另一方面他的长女之前的这个老公 就是他的女婿 也是骑重行机车不幸往生 可是现在呢 周刊又说他长女要再婚 反正就恭喜他 不过有人就讲说 宣明志怎么回事啊 他自己的婚外情 又是谢小姐 又是李珍妮 后来李珍妮的小孩说 不是他生的 是另外谁生的 但他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 可是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不是讲私事 我就说 这样讲会不会不太好 保暖私盈喻 就是这样嘛 你没饭吃的时候 你会有这么多的小三小四吗 对不对 你长得特帅吗 但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要讲的另一方面 一碗面 一碗面分大家来吃的 这个妈妈 挨母过世八年前 你看儿子现在 他因为他必须要念经校 家里没钱 念经校 然后他说一个月 大概有三万块左右 可以帮助家里 他就是我们真实生活当中 赞啊 勇敢的人啊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分摊经济压力 报考居校 今天入午 先到入午前 去妈妈坟前 上香哭得稀里哗啦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人比人 气死人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公平正义 所以要求公平正义 在今天年代晚报 我们为大家来阐述的利润是什么 年代晚报 郑重反对 差不多特权 什么叫做差不多特权 很多事情他没有违法 他差不多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差很大 比如说我们先告诉您的 大家说这个台风造成冲绳五十万人 赶快撤离 对不对 啥 这个台风不叫浣熊台风 不叫什么台风 原来这个台风 它是叫做狸猫台风 怎么说叫狸猫台风呢 这个就是狸猫长的样子 我们刚刚说跟浣熊什么关系 狸猫 那怎么会狸猫长成浣熊 来我们看看两个 是不是差不多 对不对 我觉得颜色不太一样 差不多 但是我们来看到 有专家就讲了 差很大 先跟大家看一下 我也讲了知识 浣熊的俗称是racoon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看这一只 这一只是弱 就是俗称狸猫 核啦 一丘之核的核 俗称狸猫 它的俗名叫做racoon dog 所以大家就说 是不是我们在中文译的时候 把韩国人提出来的这个字 当成是所谓的 应该是讲这个狸猫 结果变成的是浣熊 大家听得有点一头雾水 总之呢 这个韩国人 他们讲这次台风的名字是这样子 是狸猫不是浣熊 不是我讲的是谁讲 我们要给他智慧拆散权 这是在今天登出来的作者 许映军 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很有小问 他就说 也不能怪这个中央气象台 因为他的中文不知道是谁翻的 就写这样 所以大家就这么认为 好 那我们要讲的 今天帮这个狸猫台风来证明了 那我们要问的 差不多 其实有时候差很大 比如说马英九总统跟金普冲 到底谁 到底谁是真的有掌权的 谁可以直接来视察 到底金普冲可不可以 没有违法 但是会不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 丁渝州就讲了 你会有双头马车的问题 国安会秘书长跟国安局局长 这个问题双头马车怎么办 这就要问 还有我们要问的 美和式的视线 可视线的增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看看 如果说我们向民众来征收六万块 可是我们卖出去的时候 一瓶卖二十八万 你说是不是差不多 好 当时我们看到的 说要告诉人家 说我是要来盖机场的 这个捷运的机房 结果变成了豪宅 这到底是不是差不多 而且台北市政府 你有地 是99.35% 你只分到30.75% 日深深的土地 只有0.65% 竟然分69.25% 那我想请问的 到最后是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小咖 北捷连开处前处长 还有前科长王明藏 两个人呢 是依图利罪被起诉 可是我们要问的 那真正大咖在哪里呢 我们是不是要请当时的马市长 现在的马总统 跟现在的郝市长 你要讲清楚 说明白 你要出来踹共啊 现在真的很棒 有人说 尔尖尾要求视线 等很久 没关系 我总有一天等到你 我要等到真相 到底有没有危险 我们要看到的 对于这些人来讲 大浦案的张森文 他已经往生了 航空城的蔡美玲 还有美和式的地主 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是差很大 不但是差很大 而且这是一个特权 就像我们讲的 今天你知道 我们民众过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你看看 今天有个新闻 一对年轻的夫妻 她说 我小女儿喊饿 我就去偷严肃机 严肃机也买不起 今天在台南 有一对夫妻 太太还化了一个淡妆 跟丈夫直肠癌 她想说没有办法照顾她 丈夫走了 她也就跟着走了 这就是一个共富皇权 我们再来看到 郭冠英 他可以爽退 而且7月16号 爽退就月领6万块 所以我们要讲到这个 这样的一个特权 我们真的要讲 我差 特权在哪里 今天郭冠英 我们就这样子让他 一个月可以领到6万块 有多少人是拿22K的时候 他是不是领这个钱 真的有理吗 我们完全是没法度吗 好 我们就告诉大家 监察院 人之将死 奇言也善 这是我在连续剧 我梦见的 现在监察院 终于有人要提出了 大发威 一个是对于美和氏的 要求大法官视线 另外一个 就是对于郭冠英 再次的封杀 能不能够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郭冠英的这个部分 郭冠英 他爽退 一个月6万块 你算一算 他至少大概可以一次领 可以领到1300万 1300万 那全续部跟省府 现在最新的发展 是互踢皮球 就是说 可不可能 有转还的余地 就要看你 在不在乎民意了 你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 台湾省政府的大门当中 有人上演了行动剧 台联去上演行动剧 喇叭虽然破音不给力 可是你看 台联的萧文静 帅十多人 快小时 半小时快闪 他就是说 爽退欢送会 可是我们在讲 这是一个当然造势的场面 但我们要看 现在提出来的是 前林会军 监委前林会军 他说 两次纠正通过 录用过程炒帅 程序欠缺完备 违反公开程序 所以他要求 要撤销他的任命案 监委要求省府撤销 那现在呢 全续部就开始推了 全续部就 我发行给省府了 你要确定 这个郭冠英 没有违法任用 我再重新送件 我在全续部看 要不要给他过 所以现在算是 有一点是中间卡住了 卡住了呢 可是省府怎么说 他说 我还没有收到公文呢 我收到公文以后 我再重新送件呢 那大家要看到 Zoom in到这里 现在户七皮球 这是什么 要拖到7月16号吗 7月16号以后 是不是就自动 就是已经退休 他就可以爽领6万块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 到时候再追捕 有可能呢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效率快一点 横竖一刀 到底怎么样 要告诉我们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大家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的是 郭冠英先生 曾经说台八子 曾经批评 那我们要讲的是 像我自己 我在台湾出生 我爸爸是山东人 我妈妈是台湾人家 客家人 你怎么可以说台八子 我看了也很不爽啊 然后你看看2009年 他当时撤职 停用三年60岁 然后呢 到今年3月10号的时候 他就担任省府的 外事秘书长 3月25号就满65岁 你摆明了 就让他过一下水 才十几天满65岁 他就可以随时退 他现在7月16号 法定退休 3月10号上来 到7月16号 连半年都不到 他的月退缝 可以拿6万块 你说这是不是 让人家觉得很不爽嘛 你就可以领 大概是1300万 然后呢 曾经担任 权序部次长的 立委李俊逸说 权序是主管机关 有权力要求省府 撤销不合法的任用 知道郭冠英问题 还不提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 然后体育主播 许展员就火大了 我觉得他倒是 蛮热血的 他说这是不公平的事情啊 如果他领到钱 他要号召全台湾 棒球民众 拒绝投给国民党 这个事情有点大条了 不过呢 我们都知道 他其实他在 这个脸书的文中 他有说到 他是所谓的 689当中之一啊 而且他过去 也是参加过 国民党的活动 他只是觉得非常失望 怎么可以让 这个事情发生呢 那我们今天 也要报告一下国民党 你今天要选举 不是只有一个人的选举 你要看看 你全台各地 为什么选得这么辛苦 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如果你说朱立伦的岳父 他的生意 不管有没有正式 人家说我合法 你说哎呀 社会观感嘛 你说社会观感 可是这个不是社会观感吗 这个在大家现在 薪水大概是 普遍偏低的状况之下 6万块是高薪耶 当然是社会观感啊 他退休可以拿这个钱 大家当然不爽啊 尤其这里还有争议啊 还说真有争议 他说主管评分20% 他是最低分 可是甄选委员 给他最高分 第三嘛 居官首长50% 给他48分最高 所以平分起来 他就是第一名啊 而且你到底 神府有没有致电 劝退第二名嘛 所以你这个监委调查 神府结果公布之前 真的有劝退第二高分 那你这样的一个情形 大家就说 这不是空穴来风嘛 所以我们还要再讲到一点 大家说跟咒怨有什么关系 我就在想啊 林书豪 不是林书豪 林非凡 林书豪也很不错 听说他现在很努力 不管他要被到 trade到七六人队 还是哪里啊 他没有恨啊 他说啊 基督徒嘛 你要把我这样子 那好 你把我的外套拿走 我也不要扯住我的衬衫 表示我非常潇洒 可是呢 这个林非凡 他们的十二恨啊 当中恨的是什么 你可以看看 恨的这里面 包括了黑箱服帽 马戎水母 鹰派鸽派铁棍爆头 好 滥权生涯 可是我们要看看 今天可能也很恨的 就是监察委员当中 没有被提名的人 他恨啊 终于说 我讲出实话 讲出实话是什么呢 你看 李富殿等三人啊 他就提出了一个 请大法官示线 我们可以著名一点 这个字有点小 他说 为了新建捷运 强征民地 土地分割给购物者 这违反了宪法 保障人民的财产权啊 而且蚂蚁公说 你台北市政府99% 你怎么分到0.65% 对啊 突然之间他发现 我们很早之前就发现 而且他说 这是黑箱作业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监察院会当中 蚂蚁公 林聚朗 还有李富殿 三个人 下一届都落马的 他们就提出了这个 美和氏案的 申请试线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捷运局长怎么讲 捷运局长说 哇 现在事情大条 如果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类似美和氏的 有四五十个案子 台北市有这样子 都市改革组织的理事 张维修也说 你政府这样子 跟建商一起 抢民众的土地嘛 正当性 荡然无存啊 而且李富殿还说 你为什么这次提名当中 有一个前捷运局长范良秀 有前台北市副秘书长 薛春明啊 你到底是要干嘛 你到时候最好给我回避 然后呢 薛春明就喊怨说 啊 那个时候 我不在啊 我去年三月一号才到任职啊 不干我事 好 我们看看是不是干他事 我们就来看一下 百看不厌啊 百看不厌之美和氏啊 你看 2001年 这个十二月的时候 马市长跟志胜胜签约 2007年就预售开始了 那个时候呢 市长是郝龙斌 那我们看看呢 再来就是监院纠正 交屋喊咖是在2012年 2013年5月就申申提担保金 35.3亿 然后这个时候就进行交屋 范良秀是捷运局局长哦 然后2013年11月完成过户的作业 当然如果在这个时候 薛春明他讲的没错 他去年三月才到 人家去年的十 哎 去年的11月完成过户作业 哎 你也有点overlap到啊 所以你在这里 你还是要有点责任啊 所以呢 会被火烧到马英九 好龙斌是这么说 马总统啊 昨天在这个中山汇报 他说啊 监委这些啊 不管大家怎么讲 他说你要用破釜沉舟啊 宁可不干的气魄 捍卫自己的名誉 如果微微缩缩的 要别人怎么挺你 可是我们要问马总统的 这几位张伯雅是 马王政争当中被质疑 但是我觉得张伯雅人不错了 可以考虑一下 先不要讲他了 薛春明跟范良秀 这两个就是问题啊 许国文就是我们讲到的 蜜月弯啊 讲罗许基金会啊 在宜兰的这个部分 这都是大家讲到的 所谓的四大扣大问题 好 我们讲到这个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大家对郭冠英好了 你郭冠英都处理不好 你凭什么叫人家 通过你的监委版本 警方架起巨马 举牌警告 制止非法集会游行 不过大圣公却疑似 因为讯号干扰 断断续续的 让执行员警漏气又尴尬 不只群众走上街头抗议 就连体育主播徐展元 也在脸书怒呛 郭冠英爽退 月领六万块 超级不公平 如果政府让郭冠英 月领纳税人 血汗钱所出的退休金 他将发动全台的帮球迷 巨头来迎候选人 记者苏月娅 由彦慈南投报道 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除了监察院 现在今天蹦出来的 就是黄国昌在脸书当中 这是不是打压学运 因为中研院发了一个文 他就是说 以后不可以参加 联署也不能游行 也不能什么 黄国昌说 如果中研院 被界定为总统的幕僚 就是他离开中研院的一天 那您可以看到在这里 大家就说 是不是对于太阳花的 这个打压 中研院的文章在这里 纳路编制院的能源 必须要遵守 可是你讲这个 多多少少都被认为 是这个黄国昌 黄国昌条款 也就是说呢 你在这里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你中央研究院 当中有政治的 扯到国民党的 你也不能够做 但年代表报是觉得说 中央研究院就是 他就是以前像李远哲在的时候 他也是比较清绿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任何一个最高的学术单位 你管他蓝色绿色 他就是学术单位 他就是自由 他就是自由 我们社会才能够大名大放 那你现在像马英九总统 你看看国家安全会议 他也掌管 监察院也有监察部 行政院他也管 然后现在呢 又是中央研究院 可以这样子一把抓吗 而在一把抓之下 你要快一点 比如说基隆 基隆呢 黄景泰 他等一下就要说 他要继续选下去 你今天才闪电废止 会不会太慢了呢 还有在宜兰 我们说宜兰这里有爆发了 就是包括了 罗许基金会的 在蜜月弯要开发 被说有没有黑箱作业 再看到这里 就是讲到了 他的小白宫 小白宫是罗许基金会的 这个部分 对不对 zooming到这块 这就是罗许基金会的 过去的这个地址 据说呢 好像马总统去宜兰 就会去 金普冲也会去 那讲到这些的问题 我们再看看一般老百姓 我们还要问的是 打乱了基隆的选情 下一个是宜兰 然后再下来是桃园吗 民众的心在哪里 好 我们看到的 你满意了没 这就是民众的痛苦 从之前讲到现在 你不能说都是太阳花学运 太阳花学运跟大谱什么事 对不对 太阳花学运讲的是福茂 你有没有听到小老百姓的声音 你没有听到的话 我告诉你 每个地方都会跟基隆一样 你今天黄景泰要再选也没有用 因为他说六成民众 不再支持黄景泰 那到底谁选 能够赢得过民进党 我们要问的是 会不会变成像巴西一样 整个出现始终支持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到底真相是什么 在台铁龙井的撞死人事件当中 结果被发现呢 焦宝的司机 他扯了三个谎言 台铁还两度改口 整个案情可能还有后续的发展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来看看呢 黄景泰被撤销了 下一步基隆的选情 我们上次回来